下面再分析 所以然者心离慧拙诸根清静 不然离构心不称慧内无恨解 这就给我们指出为什么佛菩萨他能够做到 常生欢喜心的原因 人家明白道理 所以就自己本身来说 他已经把内心里面的种种烦恼清除干净了 我们众生为什么有烦恼 他烦恼是怎么来的呢 佛给我们分析 我们有八时 这个八时第六时就是分别 第七时就是自主 所以我们这个前五根 一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 紧接着怎么样呢 就分别就自主 然后呢就落影响到阿拉耶 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 他怎么用功呢 就是不用第六时 也不用第七时 也就是讲 他不再分别 不再自主 这个第七时啊 也叫莫纳时 或者叫做一根 它是很麻烦的 因为它是四大烦恼 藏香水 这句话我们常常听 我见我爱 我吃我慢 法身不上呢 把这个全部都转过来 所以佛法教我们 第一个 要我们能够做到破身见 不要执着这个身体 就是我自己啊 所以金刚经前面的 那一段经文 是教我们大家 要放下四种错误的 这个像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兽者像 全都要放下 它不存在嘛 那到后面呢 法身大事 所振的的境界 不但四像没有 前面是身为人决振的 后半段呢 经文是讲到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受者见 这就是法身菩萨 他做到了 转八十成四支 哪一天 您也做到这一点 那您了不起 您就是阿伟悦之菩萨 您就是三不退的菩萨 所以金刚经 后面的功夫 比前面要高很多 前面呢 还没有出师法界 后面呢 能够做到 无四箭 您就出师法界 到达一身法界 可惜的是 凡夫不了解这个真相啊 还是在生活当中呢 有这个 我见 我爱 我吃 我闷 其实这个就是莫娜史 会用功的人呢 他就在这个方面 去赚他 不再基础 那第六十呢 就是分别 经上常说 三信二义 就是指的 第六十 第七十 第八十 说二义呢 就是指的 第六十 第七十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讲的很多的话 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看一下佛经 不就知道吗 原来很多话 都是从佛经里面来的 所以呢 上上个人 他晓得实施真相之后 他就不会把这些虚假的相 还放在心上 那不把这些假相放在心上 他的心就变得什么呢 纯真无妄了 等到哪一天 我们也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恭喜您 您最低也是法神菩萨 所以法神菩萨呢 转了 第六十 第七十 把这两样东西一转过来 那后 那前面的五十跟后面的第八十 他跟着就转了 所以法相中呢 他们有个说法吗 六七音上转 五八果上转 转前面的五十 转后面的八十 难 我们从哪里下手转 最容易呢 就从第七十 第六十 那大家听完了 晓得怎么去做了 那您下了课之后 去转转看 我们容易转呢 话都已经 说得蛮明了的 可是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难 就讲真话了 难的 说不发脾气 哎呀 一看到那个人 不要说看到他本人 看到他的背影都生气 听到他的名字就恼火 甚至听到他的脚步声 就不高兴了 更甚至于 那个人都已死了 还有别人提他的名字 我们还是不开心 你看这个 我们的烦恼太重太重了 这就是有漏 有结嘛 那个结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可是菩萨能够做到什么呢 心不称灰 内无恨解 他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了 真的 您放下的越多 所突破的空间就越大 居住的环境呢 就越发理想 在此地告诉我们 这些大菩萨们 他们是离开了妄然 妄是指的四圣法界 然呢 是指的六道轮回 既然这些都离开了 那他跑到哪里去呢 就是石宝状一土 这是通途啊 修行的方法 不过这种修行方法呢 真正有成就人 还是很少很少 尤其是现在 我们听都没听过 唯一一个可靠的方法 是什么呢 您想要真的做到 离妄然 只有听佛的话 选择求生西方净土 这是最好的 而且这个方法呢 确实有效 人人有份 人人都能够做得到 下面进一步讲到 爱与者 四色法之一 四色法者 不失爱与立行同事 这个术诗语啊 是佛门非常重要的一个 明项 下面就请大家看参考资料 这个注解就不用再看了 您就只看参考资料 下册 七百二十六页 大家把那个黄线呢 放在这个地方 明天我们还会继续看这个地方 七百二十六 临早四色法 有看到吗 好 此四通言色者 这个色呢就是色受 为菩萨欲化到众生 必须以此四法色受 使其依附 原来这个四色法是什么 是色受众生的方便之法 有四大类 那么这四种方法呢 是活活泼泼的 总而言之啊 它是引导大家呢 入佛门的方法 所以诸位同学 您想要度自己的家人入佛门 要不要学识这法 要 我们来看底下 然后 导以大圣正道 故唯摩金云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之 是也 先以欲勾迁 就是属于 色受法 色受众生 色受他之后呢 再慢慢引导他 入佛的智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